為了方便起見 我預先預先標記了Google Landitube 在iPhone主畫面螢幕上 每次進去之後 它都會問你是否要更新位置 如果你搭試 就已經標記了一個位置在定位記錄裏 如果你想再標記一個位置 就要重新版本 如果你想以地圖形式檢視你的位置 就要按一下自己 再按C on map 進去之後 你就會發現 其實就好像iPhone的地圖差不多 只不過分別就是 多了你自己的iPhone 會在這裡動一下 但其實它在動 它是不會記錄新的位置的 你每次要記錄新的位置 都要refresh這一半 你才會記錄到一個新的位置 我這個動畫 就是每次refresh之後 再cap一個圖 refresh之後再cap一個圖 我每一個spot都記錄了 而且每一個spot都拍到照 這個短片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這個短片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就像這樣子做出來的 你不是說 什麼東西 這個問題 有些東西 有人想要去打他 就像這樣子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